有了,聽不懂 有了,聽不懂 站近一點 我們這個泰潛裡面,和這個介護帳有點一樣 就是說這個泳潛 和這個地方 這是一直線 一直線懂嗎 意思是要讓我們這個下去的時候 我的感覺啦 如果你弄這樣來弄的話 好像有點斷鏡的感覺 就是說你這個手下去在這邊斷掉 如果你這樣出去的話 你看,這樣出去是不是我們剛好停起來 剛好停胸嘛 所以我和那個凱座研究好幾次 有的人用這樣,這樣走這樣走 不要用 甚至有的人 我那一隻還幫你推敲 你再靠在手 他說你在哪裡跑去找他一隻 他有給你買 他隔天告訴我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 這個下去一定要停起來 這個下去,你看 我的感覺是最好 你如果弄這樣弄 這個出去的話 我們最可貴的地方 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下去的時候 剛好我們就停起來 我一個親家母 他本來要花了五十萬去開刀 後來我跟他說你不要開 我就把我家裡那一戶 就送給他 他不曉得是好東西 後來我就叫他去找凱座 凱座他也認識他嘛 結果凱座給他看一看 弄完以後他說你這個 暫時不要開刀 你這個 你這個 念一個媽媽嗎 不是啦 伊文的媽媽 伊文的媽媽 在美國回來 對 後來他就不開刀 他好高興 我把那個送給他 那我 我送給他我就沒有啦 我又要花三千二 做廣告又要花三千二 沒有關係 自己的先生 凱座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沒有關係 所以他好高興 高興到什麼程度呢 他一下子過來兩個禮拜 他說 他又要去美國 我說 哎呀你這個可以嗎 你開刀這個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擠在一起又去 我說凱座說可以啦 沒有關係 他就跑到美國去了 那所以 我再講 這種物理上的東西 我到我家 我一直給他講 你如果這個鎖下去 因為我學太閑 太閑 有沒有看你這樣打的 沒有啊 鄭曼清書也他就講 鎖龍宮腳龍重 要撐要撐 樹極梁 樹極梁什麼意思 這個極梁要樹起來 對不對 鄭曼清就是他的左右名 鄭曼清老先生 他這麼小他能夠 那麼有名 又能夠當那個 講壽美年的老師 他沒有兩下子 不是兩下子 三四下子才可以 他當然 對不對 很多他的學生 都是降臨啊 什麼一大堆 但是是這樣 他年蠻高傲的 但是 他教學是蠻嚴的 所以我在講說 有這個好東西 還是要給你們講 你下去 這 一定要下去 有沒有 你要起來的話 你這個晚上下去的話 輕輕的下去 你一定要豎起來 你沒有豎起來 沒有用 你對著脊椎沒有好處 一定要下去的時候剛好起來 對 還要一隻不樂 還有一隻 對啊 拿去啊 兩隻才平衡 左右平安 所以兩隻才會平衡 人家為什麼要拿兩隻 左右比較平衡啊 這樣會不會回答 一定下去的時候 沒關係 而且我發現到 我做這個玩法以後 這個手這個地方 的肌肉很結實 很紮實 那是女孩子 我不用蝴蝶秀 沒有 因為女孩子要動 這個蝴蝶秀會不見 大家好 我這個山頭肌也會動起來 我不是在幫我的學生 楷座來宣傳 我會把好東西就講出來 分享出來 而且我講的話 你去印證 看是不是和他講的 是不是一樣 不是說他亂講 或是說我亂講 不是 我們就是要這樣 下來的時候就是要停起來 那手肘 最多人就是拿這樣子 這個就封肘了 這個就斷進了 這個才是 肘才是直的 所以我一開始教 有教病人 你就向機械人走路 直直的 但是比較熟以後你就鬆一點 像握手 像握手 我們身體有伸跟曲 這個是曲肌 這個是伸肌 我們背肌是曲肌還是伸肌 伸肌嘛 對不對 所以你伸肌跟伸肌是連動的 我這個伸肌 這個手伸直 這樣子做手刀的時候 手是伸嘛 你看很多中風的人都這樣子 對不對 曲的 曲的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伸的動作 對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在車子裡面是 曲而不伸 你在動作你做感覺 這樣子伸 這樣子伸 走後面 你看 有沒有 他這個力量不會束起來 這樣對我們才有用 這個就是要 誰這個 每一步要束幾樑 每一天要把它伸展開來 這個才是你要有健康 不會壓迫 現在都趨在這邊 就好像什麼 你只有洗臉 你沒有梳頭 懂我意思嗎 頭髮打結 學來做都束幾樑以後 就很不會 你的功夫才會起來 還要繼續走 等一下再講 不要走很快 一步一步做對就好 好 來 謝謝 謝謝